來 老師先來看這個蓋瑞的問題 他要跟你請教的是 兩個問題是有關的 我們臉部 如果沒有山崎的時候 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包括這個酪梨的手 都搭去 就是說一個手 還滑滑滑 感到還有救 來 這個臉部 我以前做的都是這樣 這個大棟 細棟 那麼如果是很大棟 越大棟要搭載 那麼他通常 這個所承擔的這個風險 就越大 很多所有的這個作品 差不多都是這種的 這個情形 那一般來說就是說 儘量你可以來 幫他稍微注意一下 譬如說你若是要搭載的那個時間 譬如說儘量可以閃開這個大熱的這個 這個大熱的這個時候 不要說這時候運動很高 你也去幫他刷 這個通常要留下 比較注意到很多人會跟你說 一定要開筋 要創什麼 其實那個時間的 這個 你在耍栽的時候 注意就是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 你盡量可以拋開到他 因為他這種作品 比較沒有很明顯的一個這個消眠 譬如說你若落葉果樹 你可能 他的一個這個這個 刷災的時間 就要等他落油了 那個時候來刷災 是最好 那像這個煉霧 他就是涼涼的這個 這個 這種 比較好色 可以 比較涼的這個這個 這個時間 我們來幫他刷 這個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不要說很熱 很熱 譬如說有的沒辦法 你這時候很熱 所以這時候要 要 比較熱 但是要刷 也是要刷 因為有可能 這個 都有一些這個問題 是怎麼刷 這個比較新的 都有這種的這個狀況 所以 必須要來幫他 要去刷災 所以這時候你上街中 就是把他 這個 這個 這個煉霧會蓋給你 你稍微把他修正 那麼 葉子呢 盡量比較大 撈整個這個竹竿 主要這個月撈掉 先把他 先把他 裁正 裁正了 過兩三天之後 開始來把他這個 這個大概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麼 這個部分來說 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這個 再來就是說 會稍微 會稍微 選擇 比較涼的 這個天氣 要來把他這個 刷災 比較涼爽的 這個 其中 因為他煉霧在生中很快 所以 你的 歪 這個 比較拆拆 那麼 刷災 然後 假設 假設 如果是很熱的時候 刷災你可能就是說 那個基調可以用 用一個 現在很多都用流行 用那個不織布 就是說 把他包掉 那支條 不要 因為你希望把它煎掉 所以你的基調 儘量不要讓他有這個直接的這個日曬 不要打掉過頭去 那麼大概這樣來刷 大概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說 時間 儘量可以比較涼的時候來刷 第二 就是說 這個 如果比較大張 稍微 這個 優位儘量把它拆掉 流主要的一個比較大尾 就好了 這個基本的一個架構 可以流 儘量 可以 不需要大很多 流整匹就可以了 這 手機 不要讓他 不要讓他 這個 不要讓他去想到 這 這個手機不要不讓他去想到 因為我們蝦子把它煎掉 你就必須要稍微把它包一下 那麼用一些才會把它包一包 這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 酪梨 酪梨呢 這個 它整個都掉掉了 大家已經蝦子 那麼已經都掉掉了 蝦子都掉掉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 去把它搖到 還是說 你看一下 看那手皮 稍微把它搖一下 來 如果說已經有的都乾掉了 那大概就代表 這 那個尾可能就都不好 你為頂端 為柚尾把它搖一下 柚尾可能都乾掉了 一種就沒什麼好 阿那是軌的 還有少許有兩種食肥 那麼這應該園哥沒什麼要緊 應該還是可以 應該呢 為了可以 還會再好一點點 簡單說的好一點點就是這個 環節腰還有一點這個機會 不過這個酪梨 你種這種方釋也比較適合 一般就是說盡量可以留得比較高 給他因為他很容易堵住水 他如果是堵住水 他就很容易這個會死掉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你可能要小心 就是說盡量不要讓他去堵住水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並你的種就種比較高一點 那麼先判斷看看有求不求 因為你看那種不準 變成說他可能只會掉掉 但是他的基調都要蒸 還是說部分乾會再蒸 把他煎掉應該要或許還有救 但是你就要去了解說他為什麼要掉掉了 譬如說是不是肥肉不對 還是去堵住水還是怎樣 一般如果是開始在掉掉 那麼要把他救回來這個機會 尤其對酪梨來說 只要如果是去堵住水 要把他救回來這個機會 那麼基本上就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通常是我們 一個特別要去注意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帶著朋友 那麼可以稍微做一個參客 這個有時候就很難 那麼很多這個有我們在蒸 譬如說做不要蒸的時候 你要去瞭解他的性質 所有的櫥子刷材料 一定要盡量就是把他架掉 不要讓他油燈檔 那個竹子這個支架 要給他鮭油好洗 還不說你如果是稍微行動 他就油燈檔 這種他就大不少會起來 這點我們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大體上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這個在 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個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狀況